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新西兰的科幻片 《山下怪谈》 影片一开场 王大白和一对双胞胎兄弟 正在树林里瞎悬末的时候 一种神秘的生物突然出现 然后其中一哥们就领了荷盘 转场之后 大眼哥和大眼妹这对双胞胎兄妹 刚回到家 就得知自己的妈咪在一场车祸中 装了牺牲了 哎呀三分钟不到 已经有两个人挂了 这电影实在太可怕了 为了疗伤 兄妹俩前往奥克兰的姨妈家散行 两人走出火车站 发现他们那位不靠谱的表弟 小白脸还没到 此时的小白脸正在车里 跟龙套没瞎比喚 把街站这事忘了是一根二根 直到电话响了 这哥们才想起来 这奥克兰不仅经济发达要啥要啥 而且还有几十座死火山 景色一人是越看越敲魂的 小白脸说 你们妈咪这一领盒饭 你们爹地可怎么办 大眼哥说中年丧期 我爹地已经彻底懵逼了 收拾好东西之后 大眼哥来到了海边 对面的一幢古老的别墅 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小白脸说 那是张大爷家的别墅 据说那个地儿 以前是一殡仪馆 常年的阴魂不散 想想都干产 转过天 大眼哥正在外面瞎溜达的时候 遇见了正在玩火的王的白 这哥们回家一翻书 居然在一张老照片里 看到了王的白 大眼妹划着船 到处瞎球转的时候 不幸被神秘古怪的张大爷爷发现 到了后半夜 一帮穿着黑西装的家伙 站在小白脸家门口不停地看 也不知道想干什么 第二天兄妹俩在海边 发现了张大爷家的汽车 大眼哥打开后盖一看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大眼哥说 那张大爷神神秘秘的 他家里一定藏着什么猫腻 咱一块过去看看 小白脸说 我可不去 搞不好就有可能嗝着屁 转场之后 大眼哥和大眼妹摸到了张大爷家 兄妹俩正在屋里瞎悬磨的时候 张大爷带着人回来了 张大爷说 那对双胞胎兄妹 一旦找到猎咽操控师 咱就必须马上把他俩干掉 大眼哥和大眼妹 不仅听得莫名其妙 而且当时就吓尿 这个时候 张大爷突然没来动影 两人过去一看 发现张大爷跳进一个洞里 笑着不见 大眼哥回家一查资料 才意识到 王大白就是张大爷所说的 那个猎咽操控师 大眼哥找到王大白 把张大爷家的情况说了一遍 王大白说 你妹妹可能要出事 咱能赶快去救他 转场之后 张大爷变成警察 来到了小白脸家的门口 这大眼妹的警惕性领悠 一听对方说话是 驴唇不对马嘴 就觉得不对劲 意识到可能要出事 张大爷一看软的不行 就看着来劲了 利用超能力强行闯了进去 大眼妹一看 大事不好仨子就跑 这张大爷可能是一汉牙子 在水边瞅了半天 最后是兴兴而去 这大眼妹虽然躲过了一街 但却中了张大爷的独门绝技 眼瞅着就要嗝了屁 王大白一看 但意识到自己再不出手 大眼妹就有可能领会派 于是利用自己的 旷世绝学九阳神通 把大眼妹给救了 王大白说 这地儿不能呆了 我带你们去一个安全地 王大白说着 利用超能力 带着大眼哥和大眼妹 批论而去 这小白脸哪见过这种特效 当时就瞎瞅 王大白带着兄妹俩 刚回到家 就让邻居一看见 邻居一看这老家伙行动诡秘 就认为王大白没别什么好批 于是就报了警 王大白说 我跟张大爷那些人一样 都不属于这个世界 那张大爷一见 其实是一种掠视者 残忍狡猾 见啥吃啥 他们联合巨人 穿越时空来到地球 打算先捣乱 再让你们人类全都联合 虽然我们那个星球 坏人挺多 但像我这种好人也不少 我和一些有识之士 跟随张大爷等人来到了地球 并且想办法把巨人之母 和他的孩子们 压在了那些火山的下面 现如今张大爷已经 把那些巨人给救出来 这帮孙子会跟张大爷一起 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狗屁 变成只有他们才能生存的荒芜之地 而目前唯一能打败他们的 只有这两块石头 这些石头里 储存了我们仅有的一点点 而只有双胞胎 才能利用这两块石头 让张大爷和那些巨人领和办 电影开头那对双胞胎兄弟 就是因为配合不默契 所以才狗的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拯救世界就靠你们俩 兄妹俩一听接了一大活 他心里都非常的激动 三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街道报警的警察来到了王的搬家 警察说你一枚护照 二枚身份证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照顾 不然就给你上老虎头 王的搬说 你们人类马上就要领盒饭了 我可没功夫给你这儿先探 趁着警察门口喝水的时候 王的搬放了一把火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大眼哥和大眼妹回到家没多久 张大爷变成王的搬家的样子 把这兄妹俩骗进来别说 准备来一关门打狗杀人运口 兄妹俩一看大事不好 仨子又跑 大眼哥和大眼妹刚游上爱 张大爷带着七个巨人就出现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王的搬带着小白脸及时赶到 大眼哥认为自己神功已成 便打算一个人跑到山上去拯救世界 王的搬说 小伙子你还缺练呢 轻举妄动很容易领盒饭 可大眼哥根本就不听劝 说你等着瞧 我会证明给你看 大眼哥走了之后 王的搬带着大眼妹也来到了山上 由于频繁的发工 可把王的搬累得不清 张大爷一看是一阵阵的冷笑 上去就让王的搬了饭票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大眼哥及时赶到 大眼哥通过心灵感应 唤醒了已经被张大爷 掐蒙圈的大眼妹 影片的最后 兄妹俩双剑合璧 最终让以张大爷为首的 外星人流氓犯罪状伙 圈头疙的屁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找唐诗家 外星人也不容易 来到地球总授起 刚想搞点小阴谋 倒了圈头疙的屁